哈囉 大家好 我是银俊 歡迎收看 啟程Action 今天阿俊 你先來全聯是有什麼任務 特別任務 今天的任務呢 就是我要自己來採買這個食材 特別做一道菜 給我的家人吃 每次回來家的時候 爸媽他們都會做菜 就是歡迎我回家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幾道美好的菜 對來都是很棒的一個 不管是跟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光 或者是這種讓我回到家 有一種家的溫暖那種感覺 所以我這次會想要用做菜的方式去表達 自己對他們的愛這樣 然後俊 今天要煮什麼菜 圍繞你的家人 今天是要煮紅燒肉 有什麼食材 你準備好了嗎 聽說是你第一次做菜是不是 對啊 今天是第一次做菜 就先準備一些可能需要用到的食材 你這樣第一次做菜就選擇做紅燒肉的什麼特別的 因為我媽做的好吃 你媽做的好吃 因為從小就是我媽做這個紅燒肉這個特別好吃 OK 然後特別的入味 所以我想說如果我要做給家人一道菜的話 我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紅燒肉 之前是完全沒有做過菜 還是其實有做過菜 有失敗 不敢跟大家這樣 應該算是有下廚過 建議一些什麼牛肉跟雞胸肉 都會把它煎焦的那一種 主角 主角到了是不是 來挑一點肉吧 你是真的在挑還是假裝在挑 必須要挑好看 然後看起來比較有肥肉又有瘦肉 兼具的這種 今天這樣有信心嗎 是驚喜還是驚嚇 要先講哈 希望會是驚喜 不會是驚嚇 現在都備好菜了 那現在嘉文跟我姊姊都不在家 然後我現在要準備做這個料理 等他們回來給他們一個驚喜 現在開始 那這火 火應該不用很大吧 應該可以 這樣可以吧 來來來 第一步驟 那假如等一下嘉文或是你姊姊吃了 麵色凝重 你會有點不開心嗎 那我先離家豬肘 第一次嘗試 肯定會有失誤 我的時候可能會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心意最重要 那嘉文做菜好吃嗎 趁他還沒回來的時候先講 他做菜可以啊 算好吃啊 通常可以 好像以你們傳來說都是不太可以的 可以啦 好吃 好吃 特別是我們在隔離的時候 就每天都是他在做菜 我就負責吃 他最拿手的菜色是什麼 義大利麵啊 或者是說就是那種西餐麵 麵類的啊 煎牛排什麼的 那你們兩個飲食上是正常嗎 還是有什麼運動員上的限制啊 或是什麼樣的 比較清淡吧 所以我們兩個應該吃的會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你今天煮紅燒肉這樣 對 今天是放重 比較放重一點 比較放重一點 加米酒 嗯 直接加就好 對 直接倒嗎 倒 轉一圈 再一點 好 可以 然後再拌一拌 哦 哦 哦 好香哦 好香哦 這樣 再一點點嗎 再一點點 好 可以 多少 再來一點點 好 可以 直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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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紅蘿蔔也加 紅蘿蔔 香菇 炒一炒 其實滿累的耶 而且很燙 什麼很燙 香菇水 嗯 下 倒去 嗯 嗯 哇 咖啡耶 你拿這個拿那麼久喔 難怪他手感都這麼燙 哈哈哈 好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現在就給他 燜著差不多30分鐘 應該就可以吃了 那我們就等他們回家 來給他們一個驚喜 是不是流口水了 蛤 嗯哼 Rachan Yo 紅蘿蝦 這什麼 Ryo 嘿嘿 真的假的啦 嘿嘿 我們要去製作他們買的啊 自己做的 這是今天給你們的驚喜 坐下來 這樣子 好好的品嘗一下 啊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紅燒肉 但顏色好像不太對 日式紅燒肉 行嗎 因為我今天去 全聯自己去買材料 好 然後我今天自己備菜 為你們準備的晚餐 那你覺得味道咧 很像媽媽做的嗎 不太像 但是我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欸你家可以吃來拍日子 我覺得 我覺得味道還可以 但就是因為 要體諒我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的菜 我今天吃 我覺得心意最重要 第一次做這樣 雖然顏色有點淡 但是 但是 欸不是這是蛋殼嗎 嗯 不是 喔不是 你不要一直挑我的毛病 他把我手推他講 不是不是 怎麼樣 有媽媽的味道嗎 對 表情差一點 不是 其實這個好像有一點耶 還可以 我今天燉滿久的 所以它應該是有入味的 所以味道還可以 滿好吃的 真的假的 算健康型的 就是沒有那麼鹹 比較清淡 比較清淡 對沒有那麼鹹 對 還可以有入味 有軟 嗯 嗯 我也來試一下 嗯可以耶 可以耶 下次你快點餐叫 阿俊再煮這道菜給你吃 可以換個別的道 哈哈哈哈 味道可以 沒有可以耶 就是你第一次做菜 我覺得這樣可以 我覺得很好吃耶 但可以取個別的名字嗎 我覺得它不適合叫紅燒肉 它就是比較清淡的紅燒肉 清淡紅燒肉 對 因為平時我們也沒有吃的 味道那麼重 那個醬油我是特選 就是選那種比較健康一點 好像可以 我覺得可以 辛苦了 辛苦了 有沒有做菜要交給你了 嗯嗯嗯嗯 媽媽 你剛剛我覺得 顏色 我先講顏色好了 菜不是是色香味嗎 我覺得香味剛剛有 你也太嚴格了吧 我要分析啊 顏色我覺得 六分 但是味道有到八分 油入味 油入味 以第一次做菜來說呢 應該會給七八分 應該有 我就覺得蠻好吃的 可是就是 沒有那麼實 但我覺得這樣OK 自己在家裡吃的話 我覺得OK 那你覺得你媽媽吃到這道菜 他會跟他決定做什麼 他一定會做一百分 他一定會說破表的那一種 他有一個名字嗎 我就變他一個健康豬肉就好 健康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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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豬肉聽起來超不好吃的 換一個菜名 日式的話沒有 日式的話就要用豬 日式健康豬 日式紅燒豬肉 日式香菇豬 左紅 日式 好 日式 然後備戰狀況 尤其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你的傷勢的部分 今年有做手術嘛 腳踝的部分 因為受傷員也退出亞運的名單 就自己也是蠻覺得蠻可惜遺憾的這樣 但我覺得還是以自己身體健康為主吧 最近就比較專注的在做一些復健訓練 就讓自己的身體狀態能夠盡快的回復 然後回到場上有健康的身體去應付下一個賽季這樣 那你在CBA也算是打到一定的高度 那你新賽季有沒有一個新的目標 我覺得首要肯定是希望今年一樣能夠完成 打滿這個賽季吧 就希望身體能夠健康的打滿 然後再來是因為去年球隊的成績也是創歷史新高嘛 打進了前八 今年當然也會希望說再去衝擊去挑戰看看 能不能夠再往更高一層去邁進去突破 那當然自己個人的表現的話 我覺得就希望自己能夠更成熟一點 在場上的處理球 然後再加上怎麼去做一個帶頭的一個作用吧 因為對上年輕隊員比較多 再加上自己的方向角色 所以就希望能夠多跟隊友更好的溝通 希望大家能夠產生更好的一些化學反應 新賽季能夠再衝擊更好的成績 那你還沒退出亞運之前 你跟這些中華隊一些年輕的選手 有沒有打哪一些球員你印象 就哇這個還不錯印象蠻深刻的 翔君給我的印象是蠻深刻的 因為他有這麼好的身體天賦 球師杯他也是表現得很稱職 給球隊有很大的幫助 態度也都是蠻厚的 最後有沒有一些想對台灣一直支持你 一些粉絲想要講的話 我覺得當然還是很感謝啦 因為前陣子退出亞運名單的時候 有收到很多的球迷的關心這樣 我自己也是蠻感動的 就是他們也都有在默默地關心我 所以我就希望能夠用自己的表現 那當然前提之雙能夠盡快地回到球場上 然後有健康的身體 用更好的表現來呈現給他們看 然後非常感謝他們的支持 然後我也會繼續努力 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還想看到更多起程的選手 做新的挑戰 請大家在留言區留言 掰掰 大家好 我是陳銀俊 有沒有要先Uber點個什麼東西來吃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這樣是在對的路上嗎 可以 可以 對的路上 然後再說我只會做 地瓜粥 地瓜粥 還可以吧 其實真的很好吃啊 就你忘記它是紅色肉其實真的 會太鹹還太讚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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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很好 這真的有點像紅蘿蔔燉肉那種感覺 對對對 再見